先为开始 但您来看到过年后将要举行的两岸王章会 现在传出中共要求禁谈中华民国 禁谈民主人权 消息引发朝野立委反弹 批评这是伤害台湾的核心价值 要求陆委会拿出态度 平面媒体具细迷遗 列出王章会的三个不能说 包括全城不谈政治议题 不提中华民国 甚至连人权 民主 法治和总统马英九 统统都是不能说的秘密 双方协商的过程中 当然互相都会提出一些对对方的要求 但无论如何 我们秉持的原则 就是必须要符合对等跟尊严的原则 那我们一定会坚守政府的立场 两岸官方首次交流 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低调再低调 但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洪才龙批评 王玉琪因代表台湾人民关切中国人权发展 还说如果连自己国家的国号都不能提 自由民主等台湾基本核心价值也不能提 不知道王主委到中国去做什么 民主自由是我们关切的 这是一个普世价值 我们当然希望在中国的人民也能够享受 如台湾这样的一个民主自由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大光明的态度 我们是牺牲了我们所最坚持的一个价值 想要去交换到政治上的利益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糟糕的事情 就是以陆委会主委的身份 尽管行政院长江一话 澄清王玉琪是以陆委会主委身份访路 还是无法消除立法院朝野党团的质疑声浪 政治议题不能碰这是两岸一致的 那其他两项我相信也是他们的立场的一个表示 我们这边的立场在地法院做主决议之后 已经很清楚了 希望大陆的心胸能够放大一点 那这样就要谈的可能性 那否则的话根本永远是无解的 自己去做了像缩头乌龟式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三步 然后来矮化自己 其实也违反了立法院决议的一个精神 立委无法接受中共三步限制 要求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要尽快将形成及谈论议题公开透明 新唐亚太电视领教委张之轩 台湾台比参谋到 三步限制议题公开